哈喽,Automachic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的这个美洲360有什么重点新闻呢? 话不多说,现在就让我小明来带大家回顾一下 第一则新闻 Mazda 的新代专制跑车要来了! Mazda 一直以来都是一家很有性格的小众品牌 就说自己想做的事情啦 我们也知道这个日系品牌一直以来都有一个跑车梦 自从这个 RX8 停产以后 就一直陆续有后续车的消息传出 包括在2015年这个RX Vision 概念车的出炉 仿佛告诉大家 Stay tuned for 下一辆转制跑车! 而这几年偶尔也会有一些小道消息传出 说什么转制引擎引领的方式复活啦 甚至在去年还有消息指出传说中的这个 RX9 会使用Mazda 传说中的直列六缸涡轮引擎 然后有一个450匹的马力等等等等的 而如今又有消息出来了 但这一次就有点 Interesting 了! 首先在上个月尾Mazda 就被抓到注册了这个 全新的 R 商标 那这个商标设计有点类似当年 RX7 Spirit R 的徽章 而这个全新的 R 商标呢 红色那边还有一个三角形 转直 啊... 加上 R 代表性能 所以就很有一个遐想空间 也有些人讲这个 Mazda 还是计划推出类似 Toyota GR 这样的一个性能车系啦 Family 有可能不是这个 RX9 但是... 就在上个星期一组多达14项 由 Mazda 在日本所申请的专利图 居然被国外媒体给挖出来 而其中一张就特别有意思了 那...从这张车体结构的专利图来看 不管是它的车身轮廓 三角车窗的设计 甚至是这个尾灯板筋切口的部分 都和 RX Vision 概念车十分的相似 而且不止如此 这一次的专利还解释到 这款跑车会采用一个后轮驱动的设定 车体方面还会有铝合金的材质 而且从这几张我看不太懂的图当中 这一张就似乎是底盘驾驶座的部分 在哪来和这一张更早直接传出来的专利图来对比 有没有一点头绪呢? 这就是一辆RX跑车啊 那把这几件事情拼凑在一起 基本上就可以判断Mazda 它的确是有正在筹备跑车的计划 而且很有可能就是亮闪化RX Vision 成为真正的这个Mazda RX 9 而且搞不好Mazda这几年花尽心思筹备的后驱平台 还有高端的直列六缸Sky Active引擎 这些准备搞不好都是为了这个新一代的RX跑车 都是套路 那按照Mazda目前的这个技术动向 这个RX 9应该会使用F2 也就是前置后驱平台 引擎方面呢 因为转直的特性还有结构 让它很难通过这个排放 所以Mazda的全新直列六缸 比较是有这个可能性啊 并且可能会为了更高的输出加入Hybrid的技术 当然Mazda之前复活的这个新一代转直引擎 搭配电动马达的真程式混合动力技术 也是有可能成为这个RX 9的心脏也说不定 嗯 直列六缸涡轮还是以另类方式出击的这个转子Charger 充电器搭配电动马达的新能源动力组合 你比较想看到哪一个呢 你希望看到Mazda RX 9的到来吗 第二则新闻 新一代的Honda Civic 来到东南亚啦 争议性蛮大的新一代Civic FE 在上个星期就在泰国发表了 它不仅是东南亚首发 还是全球第二个发布这款新车的国家 可见东南亚市场对Civic这款车来讲有多重要 在动力方面 泰国版的Civic FE 是全系里搭载1.5L VTEC Turbo 涡轮引擎 车型方面是有三个 包括这个运动化的RS版本在内 这三个车型主要是在配备上有所不同 像是顶级的RS版才有 LED头灯、全夜景仪表盘、氛围灯、双续恒温空调 就连悬浮式唱机屏幕的尺寸也有所不同 但是Honda Sensing就是全系标配 这一点我就觉得还蛮不错的 就我不知道Malaysian的这个Spec会是怎样呢? 关于这个东南亚版本的Civic 我其实在上个星期六就已经出了一支影片做详细的解释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击上方的这个小白点观看 接下来就和大家回顾一下本地新车的新闻 首先 再度小改款的Proton Iris和Proton Persona也是在上个星期发表了 新车主要是在配备上有所升级 而这个Iris更是把顶级的Premium版 换成跨界风格的Active车型 动力方面没有像之前所传出的有更新 而是依旧维持CAN Pro VVT 还有Punch CVT的配置 但是据说又有重新调校在改进 那比较可惜的是这两台车还是没有看到先进主动式安全配备的功能 这两台车的售价和改款前向比都有所调涨 大约一个千多块左右 而Active版本的则因为多了很多东西 所以比之前的Premium版是贵了4100令吉那么多 同样的这两台车我在上个星期也是已经出了一支影片和大家详细解说了 想看的朋友就点击上方的小白点吧 第四次的新闻我们来讲一讲Range Rover 这个英国豪华SUV品牌 它在我国市场算是小众啦 但是其实喜欢追捧它的朋友们也不少 它旗下的新款SUV像是Evoque、Velar 这些都能够让小姐姐去之若无 那Jaguar Land Rover Malaysia日前就在我国推出了最新版本的小贷款 2021Velar 这款中大型豪华SUV主要是在配备上升级 所以外形部分它依旧是没有改变 还是这个很前卫私商的造型 而内装方面主要是把Range Rover本来很酷的换挡旋扭 换成了普通的电子排档杆设计 还有这个全新的三幅式方向盘设计 而Velar最帅气的10寸Touch Pro Duo 中控台双屏幕也获得了系统更新 搭载了名为PV Pro的多媒体资讯一乐系统 它的界面更像10下的智能手机界面 可以自由的客制化主页面的显示内容 操作上也是更加的方便 而且还可以同时连接两架手机 让司机和乘客可以自由使用Handsfree的连接功能 不止如此最新的Velar还导入了3D环境显示驾驶辅助功能 可以透过显示屏看见车子周围的环境影像 而且还有这个可以直接看底盘下方的 Clear Side Ground View 地面视野模式 开去越野也不怕了 讲到越野 它还有这个Land Rover独有的射水感应功能 透过后视镜的超音波感应器 它一旦侦测到射水过深的时候 会及时发出警示声 五国版本的2021Verla 这回只有2.0公升的R-Dynamic单一车型 搭载的是2.0的四缸涡轮增压引擎 可以产生250ps的最大马力 风车流率365nm 并搭配ZF的八速自排变速箱 以及备有Intelligent Driveline Dynamics 四轮传动系统 并且标配电子空气悬吊系统 除了可以自由升降50mm以外 车子在开到105kmh以上的时候 还会自行降低一个10mm以改善风阻 提升燃油效率 这款官方版的路虎拥有5年的原创保固 5年的免费保养 以及3年的道路资源服务 卖多少钱呢? 61万2207令吉起跳 那这个是豁免了SST销售税之后的价格 你愿意花这样的价位来买这一辆 涨的不输BBA 但同时又有真正越野实力的豪华SUV吗? 毕竟这一个价位 所以以新车来说的话 好像也可以买到性能强很多的 AMG GLC 43 Coupe 再和大家分享最后一条新闻先 先来一个八卦 那就是 Baby G Suzuki Jimny 好像要来到我国了哦 因为不久前在网上就流传出这张照片 SUZUKI 在我国的最新带领 NASA Eastern Motor的展示厅 就停着这么一辆Jimny 从照片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台墨律式的K-Car越野车 是有宽体的国际版 也就是搭载1.5自然进气引擎的 Jimny Sierra了 它的最大买率表现为 101HP 峰值流离138Nm 并搭配四速的自排变速箱 而且有这个分时四轮驱动系统 是一辆真正能够offroad的越野车来的 当然很多人被它吸引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它这个复古的方正可爱造型 外国也有不少人把它改成 旧款的吉普式样 又或者是直接上大局 摇身一变成为 迷你AMG G63 Anyway 这一辆车出现在我国SUZUKI 的修路里面 什么是意味着它要发表了呢? 因为其实之前SUZUKI Malaysia 就已经表明会在今年发表两款新车 第一个是这个Swift Sport 而另外一个就是Gimni了 但发布是一回事啊 这台整装从日本进口的官方版新车会卖多少钱 是我更关心的问题 因为之前本地其实已经是有这个平行入口商 带进来Recon Gimni Recon的1.5版本就已经卖到一个 17、19万这样子一个价钱 我没有记错的话了 所以这个官方版要卖多少钱呢? 你就觉得这辆小可爱应该要卖多少钱? 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又是一个梦想篇 也不对 是终极梦想才对 一轮超跑品牌 Eston Martin日前发表了量产版的混动超跑 Valhalla 而我们的Eston Martin Valhalla这个名字来自北欧神话 代表的是英灵神殿 它的定位是在另外一台超跑Valkyrie之下 Valhalla采用Eston Martin少有的中置引擎布置 并搭载Mercedes AMG的4.0L V8双路轮折压引擎 搭配由双电动马达组合而成的插电式混动系统 能够产生高达950PS的综合马力 而综合扭力更是高达1000Nm 搭配意大利Graziano的8速双离合变速箱 为了减重 这一具变速箱是没有倒退齿轮的 也就是没有Reverse Gear的意思 倒车的工作是由前轴的电动马达完成 这样的组合之下 让Valhalla的零摆加速只需要2.5秒 极速可高达330kmh 这台超跑以轻量化为主 因此使用的是碳纤维单体的车体架构 净重只有1550kg 而车身的空气动力学也是经过特别的设计 在跑着242kmh的时候 足以提供高达600kg的下压力 而作为一辆Hybrid超跑 它也支援纯电驾驶 最高时速可以达到130kmh 续航里车方面为15km OK 在极端驾驶下 Valhalla的Hybrid系统能够做到 将100%的电能完全用来驱动后轴 而这个后轴还有电子线滑差速器 也就是E-Differential 也带来更极致的操控表现 而Ester Martin还有一个伟大的目标 那就是要达成扭柏林赛道单圈 6分30秒的成绩 刷新目前有这个Manty Porsche 911 GT2 RS 所创下的6分38秒 最快记录 Anyway 这台车的这个净售价是达到了60万英镑 炮没有错 换算成马币的话大约是一个350万左右吧 当然这个价格是起跳价也不含任何的税务 要在这里on the road的话又是另外一个价钱 而且据了解好像只能以这个英镑来还 Ester Martin是不收你的Ringit的 也就是说你买的时候可能Ringit稍微不美的话 就要多给一个几万块 我有算错吗 不过重点是你要买这台车 其实是有条件的 那就是你必须拥有最少几台的马丁 又或者是一辆稀有的马丁 你才能买这台车 唉 看来我应该先去买小康区长的那台Vantage 才能入手吧 好啦 今天的360就到这里结束 有点长 有点多车 那这样多车里面你对哪一辆行动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知道 当然不要忘记按赞 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